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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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这个QR Code 是这个slide 所以如果有新QR 可以扫这个QR Code 来看这个slide 那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是Android的开发者 那现在也摸一下这个Flutter 所以Android跟Flutter 其实都有在做 那今年刚好出了一本书 是关于这个Cotlin Go Team 的部分 那最下面 好好好 那我拿着好了 那下面是我的Million 就是我可能会在 有时候会更新一些讯息在 一些证事相关的内容在上面 那这是我的个人资料 好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我们的议题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聊 就是说 我在使用的这个版本 是Cotlin最新的版本 是1.9.10 那Java是最新的 最应该是最最最后一个Long Term Support的版本 是17版 好 那 那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在Java上跟 应该说 为什么这两个语言需要交互使用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地方说来看 Java是一个很久很久的一个语言 它是从1996年就推出了一个语言 那到现在 刚刚说的17版嘛 17版是2021年推出的 那所以它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那Cotlin呢 其实Cotlin是2016年 它official推出 那在 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吧 那Android 本来只说它是 官方语言会之一 所以在那个之后呢 Android的开发者就开始 进入学习Cotlin 那加上它Cotlin很多 比Java开发者 很多优点 所以在Cotlin的部分 就很多人去 转换到Cotlin上面 好 那所以Cotlin到底有哪些优点呢 那我这边列出来几个优点 第一个是 空安全 那在Java上 其实是 最大的困扰就是 它会有一些 怒耳的情况 那所以当我们 可能这个东西 这个物件传进来 是怒耳的时候 我们去使用它 那可能就会遇到一些 那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在Cotlin呢 其实就把这个问题 去把它解决掉 因为它 这个物件它是不允许你 存怒耳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心去使用它 那 因为Cotlin它是比较 现代化的语言 它是比较新推出的 所以它容纳了其他 所有语言的一些特性 所以它有一些现代化语法 那我们在使用上 就会比较轻松 就不会有很多多余的东西 打个比方 现在其实像Cotlin 它其实不需要分号 所以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就 减少很多 错误的机会 那 那刚刚 甚又有提到的是 我们现在Cotlin有支援到跨平台 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卖点 就是它 如果你用Cotlin写的话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做到跨平台 所以 当 现在的趋势 我觉得慢慢会取向说 我们不要写太多call 就可以完成到所有的事情 那其实跨平台也是同样的事情 我们写一套call 我们就可以到不同的平台上去部署 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到其他 出错的机会 那当然其他还有其他的部分 就像Functional Programming 然后像Cotlin 我觉得都是 让这Cotlin Cotlin 变得更优秀的地方 那其实它还有其他的 像是Extension Function 或者Delacless 这类的 好 那 我们讲完Cotlin的优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其实最大的重点就是 其实Cotlin它是100%支援Java 所以 我们在任何的Java的专案里面 我们要把Cotlin整合进去都是 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Java 在Cotlin的那一端 是直接100%可以使用Java的所有东西 是这样子的 那但是因为Cotlin比較新嘛 所以Java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旧的 那Java跟Cotlin之间的互动 它会有一些落差 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语言上去互动 就是要去了解它的差异性 所以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互相使用这两个语言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它们的一些差异性 所以了解到它的差异性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好 简单的话这个表 就是我们把刚刚说的这两个语言 一个最大的差异性 我们稍微分了这几个点 那第一个是空安全 那空安全就是在Java中呢 其实它的物件是可以唯空 可以不可唯空 它是没有这个定义的 所以当我们传进来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空的就是诺 那Cotlin呢 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 就是它是有可以明确分别 如果你的行别后面有一个问号 那就是可以空 那如果是没有问号 那就是不可唯空的 所以它是有明确定义的 那Java呢 而第二个是行别推断 那Java是它每一个行别 它是明确的有一个定义 那Cotlin它可以不需要这个 所以我们一来是可以很简洁 那二来是我们可以 就是就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我们就把这个就是刚刚空安全的部分 可以把它排除掉 那针对如果是有预设的 这种参数的部分的话 在Java的使用方法 它是会用这个叫做重载 就是overload的方式 那不管是在方法 或者是建构值的情况上 它都可以用重载 那所谓的重载可能就是 就是同样的名称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参数数量 那我们有些数量 数量比较少 就可能里面会扣比较多 就是它带预设值 那Cotlin它有比较聪明的方法 就是它直接在这个函式 或者是建构值里面 可以带预设参数 所以这个在使用上 就会有一些差异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不变性 那在Cotlin呢 其实它所谓的不变性就是 就是我一个物件 或是我一个collection 我创建出来之后 我可以确保说 它这个物件是不会被更改的 那不会再被去修改 那Cotlin它可以明确定义 我可以用Val 或者是用immutable的list 来去定义 但是在Java呢 其实它没有很明确定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每一个东西 它都每一个物件 每一个collection 它都有可能 被后面的操作修改到 好 那是一个问题 那在ecession方面呢 Java是 它支援两种ecession 一种是unchecked ecession 那一个是checked ecession 那Cotlin呢 它比较特别是 它只支援unchecked ecession 那我想这是因为 它希望不要 让你的程式码太多 太多区块 那因为如果你用try-catch的话 就变成上面一个区块 下面一个区块 那Cotlin 其实它有很多 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语言 所以你可以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方式 来去串 对 那可能比如说 像是also 或者是apply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串 串出来之后 那有问题的 就会在另外 反正是在函式的下面 去做处理 那它用比较 这样子的方式去 处理这个ecession的方式 所以它就不一定要去用try-catch 来去做处理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说 coating跟java 其实是蛮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交互使用呢 就是我们从这里面去找到它相同的地方 然后去交互使用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方向 就是我大概会分这五个地方 那第一个是type mapping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在java跟coating呢 因为java是 它的object是 它的物件呢 其实是有分 它是没有分 它是有空跟不可为空 它可能是没有分的 那但是coating呢 它是有分空跟不可空的 所以是两种 那在对应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 没有办法mapping的情况下 那第二个是list 那在list呢 刚刚有提到 因为java跟coating 它最大的差异是coating 它有提供immutable 跟mutable 就是可以改变 跟不可改变的list 那在java是没有的 那这样子 这个两个在交互使用 它会怎么样的情况呢 那第三个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针对预设的函式 预设的参数 java是用叫做overload 就是多载 重载的方式 那在coating 它是用default parameter 就是预设的参数 那这样子 它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等一下会介绍 那第四点 是一个叫做static 就是静态的函式 静态的变数 静态的变数 那常数之类的 那在java呢 我们可能会用static的方式 可能就是在这个常数 前面加一个static 那我们宣告成常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 这个class name 去取得这个名字 去取得这个变数 那在coating呢 我们是用叫做companion object 就是在这个类别里面定义一个 companion object 那这样定义呢 其实是coating的写法 那这样子就是 因为意义的不同 所以它其实使用上 会有点差异 那第五个是ecession的部分 因为刚刚有提到是 Java支援两种ecession 那coating只有一种 那这样要怎么去交互使用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那我们第二个部分 就是type mapping 好 那type mapping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左边 这个我们是 这两个语言的 那个type system 那左边是Java的 那其实Java是它有 两种形别 那一种是叫做原始形别 就是基本形别 那可能就是那些 像是integer Booling 或者是Long Bloat之类的那些东西 那它其实是不可为空的 那它是有 它其实Java是有 不可为空的东西 那除此之外 它其他的东西 是物件型别 它都是可空 就是noable 那我们刚刚提到 coating呢 它所有东西 它都是物件型别 都是object type 那在物件型别里面 有分不可空跟可空 所以有这样子 所以这两种语言的分别 就是这样子 好 那问题来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交互使用呢 首先我们先看 Java.coating的部分 那我们先做个小实验 就是我们先定义两个函式 那第一个函式 我们是直接回传 一个是原始形别的integer 就是int的部分 好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是回传 这个object型别的 就是物件型别的integer 所以有点不太一样 好 那到coating的这一端呢 其实它 因为我刚刚提到 它会自动的型别推断 那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在这个地方 原始形别的 它会推断成这个 不可以改变 就是不可为空的一个int 但是 object的这个integer 它会回传 它判断成是int 但它后面加上一个惊叹号 好 令人惊讶 所以是这样子 这个图是长这样的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那int 金汤号是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对于coating来说 因为 它是明确可以分别 可空跟不可为空的 所以它是有两种型别 就是 右边这两个int 跟int问号 可是 它不知道说 你今天是这个integer 它到底是要对应到 integer 不可为空还是可空的 它是不知道的 所以 这个时候 compiler 它就自动把你 产生另外 叫做integer 就是叫做platform type 所以 这是在 这个两个语言之间 转换的时候 它会自己会 产生这个型别 那这个型别 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宣告 那它是在 转换过程中 它会 产生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型别是 等于是 两种 都有可能的 一个型别 那所以 因为它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 如果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 多一些判断 就会多一些 麻烦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消除platform type 其实 我们用一个方法 就是 在我们在Java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是 宣告 就是用一个annotation的方式 那 我们在 定义这个型别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上annotation 譬如说 我们可以加上 这个 not null 那 告诉 coding端 这个型别是 不可为空的 那或者是 我们可以加上 nual 就是它是可为空的 所以当我们加上 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到coding那一端 它就会知道说 哦 你是可以空 还是不可为空的 好 所以 所以我们有这两个函式啊 就加上这两个 这两个annotation 那 我们到了coding端 它就会发现说 它判断成 一个是可空 一个是不可为空 那所以我们利用annotation的方式 利用在Java端 加上annotation的方式 来让coding 知道说 这个type 是可空还是不可为空的 那它就不会 转换成 platform type 好 这是第一点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图就是 如果我们是在Java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annotation的方式 来让coding端 明确知道是 它是可空还是不可为空 好 那如果是从coding到Java端呢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coding它是支援可空跟不可为空 那Java是不知道应该对应到什么 那我们回到这张图 就是Java其实它是有两种type 那分别对应到可空跟不可为空的 所以呢 其实它就很明确了 那左边的 而右边的coding 它的不可为空的integer int 它会对应到Java的原始型态的int 那可空的int 就是它会对应到物件型态的integer 所以它是这样子对应的 好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在coding定义一个list int 但int是object 那它会到Java是什么样的型别 那很特别的是 到Java端 它却是接一个叫做integer list integer 它是用integer 而不是原始型别来接 为什么呢 因为Java的list它只支援物件 所以就算我是在coding端 它是一个non-numerable的list 到了Java端 它还是会变成一个integer的object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其实coding它这边有提供很多array 那像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 它是一个integer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个integer array 来去转换成 它就会在Java端 它就会变成integer array 好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小秘方案 就是说 当我们Java到coding段 其实原始型别 基本型别 原始型别 它就会变成非空型别 那如果是物件型别的话 因为coding它不知道它的可控性 所以它会自动判断成platform type 如果我们要消除这个platform type 我们就是加上annotation 那当然coding到Java 因为它是有一对一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对应 非空就是到基本型别 然后可控的话就是到物件型别 那Java的list只能存物件 那coding的integer会转成 list integer int会转成Java的list integer 那如果真的要存 非空的型别的话 我们可以用integer array 或是其他的array 来去做储存 这是我们第一个小秘方 那在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list 好 我刚刚介绍说 这个list 就是在右边 我们先看右边 coding的部分是有分两种 一种是可以变的 mutable 一种是immutable 那预设是不可变的 为什么是预设呢 因为你直接打list 那它就是不可变的 除非你是加上mutable 才是不可变的 所以预设是不可变的 那Java呢 Java其实它没有分 什么mutable跟unmutable 那它只是定义list 这个东西 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list 但是它可以定义 不可修改的吗 可以 它可以有一个叫做 有个东西叫做 collection unmodifiable list 所以透过这个东西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把list 转换成不可修改的list 就是变成unmodifiable list 但是 这个list它还是有 像是add这个函式 所以如果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 我不知道它是不可修改list 我呼叫add的时候 它就会抛出unsupported operation ecession 那所以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好 那所以 接下来我们先看 Java到coating的部分 好 那Java是mutablelist 那到了coating呢 是有immutable跟mutable 那它是怎么样转换呢 那其实我们先一样用一个范例 就是 在Java端 我们加了一个 一个函式 那它会传的是一个list 那我们知道 因为Java这个是mutable 所以到了coating端呢 它会推断成一个叫做 list 然后string 那我们刚刚知道 加上经常是playphone type 所以它是一个 里面包含的是playphone type 然后list 也是一个playphone type 但这边很特别的是 它用一个cast 去把它转换成mutable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它就变成一个mutable的list 好 所以我们是可以针对这个list 去做修改 好 那假设我们不想要 它可以被修改的话 我们就主动提供 它一个型别 譬如说我们这边提供一个list 给它 那我们呼叫这个add的时候 它就不能呼叫 它就是没有办法呼叫 那就是 如果你用型别推断 让它推断的话 它就会把它推断成是 可以被修改的 那如果是 你主动给它一个型别的话 当然就可以 让它变成一个 不可以修改的型别 好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图画成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Java 这个mutablelist的话 我们希望它不可以 被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主动提供型别 让它变成immutablelist 那如果是 不管它的话 那它可能会 透过这个自动型别推断 那 在coating端 它就会变成一个 mutablelist 就是可以被修改了 当然如果我们原本是 unmutable的 unmodifiablelist的话 其实它也会变成mutablelist 所以最后就会有一些问题 好 那刚刚讲完是Java到coating的部分 接下来是看这个coating到Java的部分 一样是这样子 就是coating端是有两种list 那Java是一种 那我们再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 我们一样是用一个方例来做一个示范 就是在coating class 我们定义两个函式 一个是list 那这个list就是immutablelist 那另外一个就是mutablelist 那我们分别在coating Java端去呼叫这两个list 那因为Java只有list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list 去接这个词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都是呼叫这个add 都假设它呼叫add的函式 那如果你原本是immutablelist的话 你呼叫这个add的函式的时候 它就会抛出unsupported operationecession 所以它就会转换成unmodifiablelist 所以它是这样转换 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就是说coating转换成Java的时候 那如果你原本是immutablelist的话 那在使用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是不可以去修改它 因为它还是可以让你呼叫add 除非你做一些手脚 好 那所以这边就是说 当我们coating转换到Java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是immutablelist 因为它到Java的时候 它也是用mutablelist去做储存 好 那在这边就是我们 当我们Java到coating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做行别推断 应该说我们如果没有给它行别的话 那它透过行别推断来去做分析 来去推断这个行别的时候 那它会利用这个list 然后加上一个cast 来把这个list 变成mutable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加上主动给它行别 譬如说我们刚刚主动给它一个immutablelist 那它就不会被修改 我们也不能使用类似add的方式 来去修改这个list 就避免一些问题 但是当coating转换到Java的时候 因为Java它并没有提供immutablelist 它只有提供unmotiveablelist 所以当我们从coating转换到Java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说如果是immutablelist的话 我们就要避免它呼叫它可以更新list的function 那不然就会抛出unsupported operation session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list的小秘方 那么第三点是我们要针对刚刚说的是 如果有预设参数的部分 就是预设参数在Java 它其实是用一个叫做 overload的方式就是多载 那在coating它叫做一个default parameter 就是预设参数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个部分 那什么是建构式多载 那我们这边是用建构式来做一个范例 那建构式多载就是 像譬如说这边有一个叫做user class 那这user class它里面有一些参数 那我们就先把那些属性拿掉 那可以看到这个建构值可能叫做 它有一个name 然后一个name name 然后一个叫age 然后一个是isadmin 那所以它预设就是有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带进来 它就会把它存到它的属性里面 那今天如果我希望说 欸我预设都是都不是admin 那我要admin我才要存在admin 所以我可能就会加另外一个建构值 叫做esuser 但是它的这个参数可能就少一个 它就没有admin的isadmin那一个 那所以这个呢 这个建构值它就会呼叫下面这一个建构值 所以但是它最后一个参数它会带force 就是预设是force 所以在加拔端它是这样做操作的 coating呢就很简单 它是在最后一行admin的地方 它加上一个force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定义两个区块 它一行就可以就完成这个事情了 所以其实coating就是有些地方是很好 就是它把一些地方做简化 那包括这个属性预设值的部分 那属性预设值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吧 就是如果你加上一个预设值的话 我们可以不传入那个值 那也可以传入这个值 所以如果是以这个情况的话 user我们可以带入admin 或者是不带入 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在java端 如果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属性 所有的参数都传进去的话 譬如说以这个情况 我们就带入四个 像是一个是name nickname跟edge 然后这个gender的话 那user的mean没有带的话 那就会出问题 它就compile error 那我们只要把最后一个属性加上去 就ok了 所以在java端就必须要去 去 因为它应该说 它预设它是没有去看 它coating端的属性预设值 这件事情 所以它就是看它所有的属性 你必须要塞进去 那可是这样子对我们 和java端是很不方便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coating 它其实有提供了一个notation 一个注解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 我们constrateg 前面加上一个叫做jvmoverlows 那加上这个jvmoverlows呢 我们 我们在呼叫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加上 那个有预设值的那个参数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不需要那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编译成功 好 那大家可能就有猜到了 就是 加上那个jvmoverlows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其实 我们decompile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它有 它就是自动帮我们产生 不同的constrateg 好 那上面这个是 我们刚刚说的user 它可能有name name name age gender 跟admin 那下面这个user呢 就是它帮我们产生的 那你看它这边gender 后面就没有admin 这个 它自动就是帮我们带入其他的users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 我们这个jvmoverlows 这个annotation会帮我们做的事情 它会自动帮我们产生多载 然后让java端要呼叫的时候 它就自动以java端的呼叫的方式 来去做呼叫 那其实这边就是 大家就会想 那假设我是java端要去呼叫 coating端要去呼叫java端的 这些多载是怎么样 其实coating它很聪明 它直接就把这些多载的东西 变成它的预设属性 所以我们在coating端是使用的方法 是跟java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边就没有特别写出来 好 那这边就是 当我们java端的overload 要到coating端使用的话 我们是直接做使用的 但是如果是coating 要的default parameter 要到java端使用呢 我们就要加上这个 jvmoverlows 让它自动帮我们做 产生overload的一个动作 它自己在compile的时候 它们就会帮我们产生 那些相对应的东西 好 那所以我们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小秘方 就是当我们java 转到coating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的建构值 或者是我们韩式有很多 有多窄的情况 那其实在coating那一端 我们就可以直接 它就会自动变成预设属性 它就是可以让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呼叫 coating端是不用做任何的动作的 可是如果是coating到java 那我们会发现 就是在呼叫的时候 Java那端 在呼叫coating的时候 我们只能使用全部的那个参数 全部参数的那一个 那如果是缺少 有预设值的那个 也是必须要带入 除非我们加上这个 jvmoverlows 这一个notation 我们才有办法让 转换的compiler的时候 它自动帮我们加入那些 自动产生那些多窄的 韩式啊 或者是建构值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用我们的范例是使用 建构式来去做一个范例 所以呢 我要特别介绍就是 其实除了建构式 韩式也可以做使用 所以 加上这个jvmoverlows 它就是自动帮我们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好 那刚刚是 就是预设参数的部分 那第四个是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静态韩式 就是我们 有时候会有一些 静态韩式 就是我们不想要 可能不想要把这个类别 把它初始化起来 我们就想要得到里面的值 就是一些静态变数的东西 那在java是叫做static 那在coating呢 是叫做companion object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个主题 那首先是java到coating这一端 是static 那我们在java端定义static 其实是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在一个类别里面 我们是定义 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属性前面 加上一个static 所以譬如这边是一个 定义叫public static final 那大部分都是这样定义 这样它就不能修改 它是一个常数 好 那所以我们要呼叫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 一个class name 加上它的常数名称 那这种呼叫方法 不管是在java 或者在coating 它都是一样的情况 那如果是韩式呢 也是一样的 譬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韩式 叫做now 那我们呼叫的时候 我们就会 可能就是很简单 就是call一个local day 然后now 那它一样是一个static 所以我可以等于说 我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韩式名称 然后去呼叫这个韩式名称 就可以直接去 应该说类别名称叫做韩式名称 我们就可以直接取得这个韩式 好 所以这个是java的常数跟韩式的部分 static的常数跟韩式的部分 那在java跟coating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是这个图 就是java端呢 它的static variable 那跟static function 到coating端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coating到java呢 因为它是变成一个companion object 那companion object 其实有点不太 这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 所谓companion就是半生嘛 所谓半生物件 就是在这个物件里面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呢 它是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叫做companion 就是伴随在这个物件里面的 就不像static 是直接在这个物件的里面 有点这个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叫companion object 其实它有很多优点 因为譬如说我们这边 因为比较简单 它可以 它其实可以在继承 或者是实做一些 实做一些interface 所以它有比较可扩展性 然后可以比较多的变化 那我这边用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跟刚刚Java端的例子 是蛮类似的 那我这边用一个 建立的两个东西 那一个叫做global variable 那就是一个变数 那它是用bar来定义 所以它是一个不可变的 那另外一个是 一样是now 那它一样是一个 一个韩式 所以当我们如果在coaching端 要呼叫这两个东西呢 那呼叫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是用class name 加上这个韩式名称 那来去呼叫 或者是class name 加上这个 刚刚是变数名称 一个是函数名称 不管怎么样 就是它的名称来去做呼叫 所以这个呼叫方式 跟我们原本在java static的方式 是蛮类似的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呼叫 但是我们到了java端的呼叫的时候 就会发现 诶 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这个companion object 其实是在 是在那个物件里面的一个物件 物件里面的物件 所以呢 它在使用的时候 在java端使用的时候 它会看到这个companion 这个物件的名称 当然你如果给它另外一个名称 它就不一定是companion 好 那这是第一点 所以它会 它会 它会有这样子 比如说class name 然後companion 的情况 那 coating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会帮你把这个变数 它自己会帮你生成get 或set 所以如果以刚刚那个例子 它是val的话 它自己会帮你变成get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get valuable name 然后一个 就是get 所以后面有挂号 所以当我们在java端呼叫的时候 这个就变很奇怪 那就变成什么get global variable 然后挂号 就看起来就很奇怪 很不顺眼 那java端的function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 它只是中间多了一个companion 那后面还是名称是一样的 好 那 那我们现在就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 不要加的companion 那我们不要让它变成 这个 不要变成 它的get set 好 有没有这种方法 其实 有 所以我们就是加上 这个unattention 一样用unattention的方式 如果是常数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个jvm field 那如果是韓式的话 我们就加上jvm static 那jvm field 它是 就是让这个 这个常数 它不会变成get 它不会自动帮你产生get 跟set 那它也不需要 它也不会放在 companion 这个class里面 这个object里面 好 static zavian static 是类似的 它就是 不会让 不会需要加上companion 这个字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不会需要加上一个字 好 所以我们在使用上 就会变成跟 原本是一样 就是跟原本java端是一样的 好 如果是constantval的话 是怎么样呼叫 其实是一样 就是因为它constantval 它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对于java端来说 它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就直接用class name 加上常数名称就可以了 那coating端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top level 就是它把这个东西定义在类别外面 那就是更高层级的意思 那这个会怎么样宣告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decompile 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它变成一个叫做 coating class kt 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的名称 是哪里来的 就是这个档案 的名称 就叫做coating class 它会帮你产生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猜到了 当我们要使用这个top level constantval的时候 我们就是使用 这个file name加上kt 然后使用它的名称 就来取用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的coating 的variable 是放在companied object的话 我们要加上jvm field 它的呼叫方式 就会变成 跟java static variable 一样 那如果是function 就是要用jvm static 的annotation 那如果是constantval的话 在companied object 里面的constantval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就跟java static 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top level的constantval的话 我们就是要看一下 它那个file name是什么 然后用这个file name加上kt 然后再取用这个名字 好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 好 这边就跟刚刚是一样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ecession的部分 好 那ecession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Java跟coating 最大的最大的差异就是 Java 它有支援两种ecession 一种是check ecession 一种是untrack ecession 那么coating呢 它只有支援untrack ecession 那check ecession就是 我要去检查啦 check就是检查的意思嘛 untrack就是不检查 不一定要检查 什么是检查呢 就是我用try catch就是检查 那如果你不检查怎么办呢 你就是用throws 那叫别人检查 那就是像是ioecession 是这个东西 那untrack ecession呢 就是 就算你这个函式会抛出ecession 那你不一定要处理 那coating是全部都是untrack ecession 好 那Java到coating端呢 它是全部 所有ecession 不管是check ecession untrack ecession untrack ecession 它都会转换成 check on check ecession 全部都是变untrack ecession 那coating到Java呢 那我们知道 它是untrack ecession 所以它一定会转成untrack ecession 好 那问题就来了 那如果说 我的函式会抛出 check ecession 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边有一个函式 就是这个叫做create new file 它是在file class底下的 这个函式它真的就会抛出 一个ioecession 就我们刚刚说的 checked ecession 好 我们在Java端跟coating端 它都不需要 它都不需要用try cache 因为它都变成untrack ecession 好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Java端强制处理 其实是有 就是我们在这个函式的上面 加上一个source 的一个annotation 那compiler就知道说 你这个函式它会抛出ecession 就是让Java端知道说 你会抛出ecession 所以他们在使用的时候 他就要你 一定要去处理这个ecession 好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ecession的部分 那其实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coating 它 它需要加上这个source 它会把这个原本的ontrack ecession 转换成check ecession 转换成check ecession 那如果你 只是转换成ontrack ecession 的话 那其实就不用 不用跑 所以这边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这边source 是ontrack ecession 的话 你还需要判断吗 其实不用 就是 它只是告诉你 会抛这个ecession 如果你抛出来的是ontrack ecession 的话 那它就不需要去错处理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其实全部都会变成ontrack ecession 那除非你coating到java的时候 你加上source 那它才知道会 转回什么ecession 好 那 我今天 就到这边了 所以我大概回顾一下 就是 type mapping的部分就是 其实就是 大概就是一对一 那 因为它object 它会有两种情况 所以它会需要annotation的部分 那coating到java呢 就是一样是e对一的部分 就是 这个比较容易 那 如果是list的话 因为list 只有存object 所以你要 可能要用array的方式 来去做儲存 好 那list呢 coating有immutable 跟immutable 所以我们在java 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 主动提供行别 让它变成immutable 否则它就是 行别推断 变成mutable 好 那coating转到java呢 它会有unsupportive的 operation excension的可能性 那overload的情况 就是我们要 如果是coating到java呢 我们要加上一个 叫vm overload 让它自动帮我们产生overload 那static呢 java到coating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companied object呢 如果是它的variable 是在companied object里面 我们就要加上jvm field 那如果是在 companied object里面的function 就加上jvm static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在companied object里面的 constant vault呢 就是加上 static vault 就直接使用了 那如果是top level 就是要看它的 檔案名称是什么 然后用它的 檔案名称加上kt 然后取用 好 最后是ecession 就是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会变成ontrack ecession 在java到coating 也是全部变成ontrack ecession 那coating到java呢 就是加上sorts 就可以根据我们 要抛出来的例外 变成它所要接的ecession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讲的一些 那个注解的 我们把它记在这后面 那最后是一些参考的东西 就是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在官网上有写 然后在android官网 其实也有写 那有一个网站叫做 KT Accommodate 那这边其实有很多相关的主题 其实你们可以来 有空可以来这边看看 蛮多更详细的内容 那最后是推销一下我的书 这个我今天三月这本书 给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来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